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这是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昨天在阿斯鹏安全论坛上发出的 有理又有力的强音 谢大使说得很清楚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这是理解和处理台湾问题的首要 没有人以中国人更珍视台海和平稳定 但现在 台独分子以美谋独 仗着外部势力疯狂进行台独活动 为了台独 中国人都不想当了 当务之急是俗党赖清德篡美 这头正向我们冲过来的灰犀牛 什么叫灰犀牛事件呢 是指在发生了一系列预警信号和危险迹象之后 出现的大概率事件 显著特征是可预见性 概率高 破坏力大 而且总被忽视 说白了就是 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 眼睁睁地承受苦果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不知道美国和台湾方面能不能长点智慧 吸取一下蔡英文篡美之后得到的教训 美国不但要把台湾变成战场 而且以竞争为幌子 跟中国打贸易战 科技战 谢峰语重心堂地说 中方不希望世界降下铁幕 也不希望拉下规模 比谁都不希望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 美方迄今将13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 导致中方无数人失业 影响无数家庭的生计 中国人民不会无动于衷 中国政府更不会坐视不管 换句话说 无论是主权被侵犯还是利益被侵犯 中国人都不会被动挨打 与此同时 已经访华超过100次的百岁老人基辛格 忍耐十几个小时飞行颠簸来到中国 再次充当中美之间传话人的角色 他对中美关系最大贡献 是能够做到基于现实利益 尊重对方实力 那么 如今的美国政府具备这样的关键要素吗 我们无法代替美国回答 而是美国人应该自我反思和审视的